这是我们学校的大门 如果我说我从北大毕业了 你可能不信 如果我把毕业改成结业 就合理了 大家好,我是Winka 我现在在北京大学西门 就在过去的五天 我在北京大学体验了学霸生活 有顶级教授授课 有同学,有闺蜜 还有证书 闺蜜大学长 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有经验的女同学 因为在合照里 只有我一个人穿了这么亮的衣服 拜拜 男舌的说一句 短短五天时间 仿佛又回到了久违的大学时光 骑着自行车迎风而行 阳光在树叶间一闪一闪 跟我们终于藏 课间的打闹 买到临时时的喜悦 有朋友问我不回家放羊了吗 你看这里这么美 我回得去吗 下面是朋友拍摄的画面 他全程记录了我 找东西 忘东西 哈哈打笑 课间发懵 所有的瞬间 那天我看到这样几行字 跟大家分享 跨越百年风霜 看红楼飞雪 看塔影湖光 看四肢更迭 看一代代学子 来而又往 时光虽然不停流逝 但艳缘之中 从来不曾缺少读书相 诗文以声调为本 大学之道 赛宁明德 最舒服的是午饭时间可以说 下课的 而不是下班的 然后就可以闻着味 去寻找餐车了 还有一个快餐车 我刚刚碰到两个 但是都没有手抓饼 虽然大学已经毕业了 但对于手抓饼的执念 四年之后还在延续 有文艺表演 时间过得很快 这是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我们也有幸参观了 北大小使馆 激励着我们学习前辈精神 继承前辈一致 坚定理想信念 使之爱国奋斗 最后也好好看一眼 这美丽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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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在今天 这是美丽的校园 所以在这美丽的校园 跟在新国上 面资格 这里有点猿 这美丽的校园 穿成的可能就是 我们在京三个月 还是在美丽的校园 可以找到 就快一下 许的理想 这美丽的校园 旁萱 北达再见 再见北达